社会在发展,女性在不断崛起,聪明的女人懂得在外面保持一份低调,她们明白炫耀并不是智慧的体现,相反,过分张扬可能会引起他人的不适,在这个时代,有两件事,聪明的女人从不在外面张扬,而糊涂的女人却逢人就说,究竟是什么事情能够体现出女性的聪明与糊涂呢?你糊涂吗? 欢迎大家一起加入国学经典的世界,共同追寻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感谢订阅。 聪明的女人之一,家庭财富。在聪明的女性眼中,家庭财富不仅仅是一种物质存在,更是一份珍贵的隐私,她们深知在社交场合或者日常生活中过多地谈论家庭的经济状况或者炫富,不仅不能给自己带来尊重和认可。 反而可能引起他人的反感和嫉妒。 她们理解,金钱是一种工具,是实现生活目标和理想的手段,而不是用来炫耀和满足虚荣心的东西。 她们注重在人际交往中保持平等和谦逊的态度,不论是在职场,朋友圈,还是家庭中都以一种低调,务实的方式处理金钱问题。 这种态度并不是因为她们回避财富问题,而是因为她们深知金钱带来的不仅是享受和便利,更是一份责任和压力。 聪明的女性知道,拥有财富意味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需要做出更好的决策,甚至需要承受更大的压力。 在风云变换的社会中,保持低调不仅是一种智慧的表现,也是对家庭和谐的维护。 她们理解到,过分的炫富可能会引起他人的嫉妒和对立,而这种情绪可能对自己和家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和困扰。 同时,她们也明白财富并非永恒不变,今天的富裕不代表明天的富裕。 保持谦逊和低调也是对自我的一种保护。 在影视剧《奥古贤7》中,主角Alicia就是一个聪明的女性代表,她是一名事业成功的律师,但她从未过分炫耀自己的财富和地位。 相反,她以一种谦逊、低调的方式处理生活和职业中的各种问题。 她深知金钱和地位并不能带来一切,真正的价值在于自己的努力和付出。 这种态度不仅让她在职场上获得了尊重,也在生活中收获了友谊和爱情。 如果喜欢这个频道,记得要订阅她,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的内容了。 接着往下看吧,聪明的女人之二,感情生活。 聪明的女性不仅在处理家庭财富时保持低调和谦逊, 她们对自己的感情生活也同样如此,她们了解,在社交场合或者日常生活中, 过多地谈论家庭矛盾和感情波折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可能让人产生反感和不快。 在面对家庭关系中的问题时,她们会选择用更加理智和成熟的态度去处理。 她们懂得感情是需要细水长流的经营,不是逢人就说出家庭琐事, 更不是为了显示自己的不幸而向外倾诉。 在处理家庭关系时,她们注重的是沟通和理解,而不是单纯的情绪宣泄。 聪明的女性明白,通过冷静的沟通和理性的处理,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她们会用更加成熟和理智的态度去面对问题,积极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而不是通过大肆宣泄来获得短暂的安慰。 在影视剧《致命女人》中,主角Cimone就是一个聪明的女性代表。 她在处理家庭关系时,展现出了极高的智慧和成熟度, 她不会轻易将家庭矛盾和感情波折公之于众, 而是选择在适当的场合,用更加理智和成熟的态度去处理。 她懂得通过冷静的沟通和理性的处理来解决问题, 而不是通过宣泄来获得短暂的安慰。 这种态度不仅让她在家庭关系中取得了成功, 也让她在职场上获得了尊重和认可。 糊涂的女人之一,金钱财富。 相对于聪明的女性,糊涂的女性往往更容易在社交场合或者日常生活中 过分炫耀自己的金钱财富。 她们可能通过购物、豪车、名牌包包等方式 试图在他人面前展示自己的经济实力和优越生活。 然而,这种过分的炫耀往往不会带来尊重和认可。 反而,可能引起他人的非议和误会。 糊涂的女性可能没有意识到, 金钱财富并不是评判一个人价值的唯一标准。 在社会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和存在的意义。 过分炫耀金钱财富可能会引起他人的嫉妒和不满, 甚至破坏自己和他人的关系。 同时,炫耀也并不能带来长久的满足和快乐, 因为人们的价值观和追求是不断变化的。 在人际关系中,真正重要的不仅仅是金钱财富, 还有真诚、信任、尊重和关爱。 糊涂的女性可能会忽略这些真正重要的元素。 而过分关注自己的物质财富, 然而,聪明的女性则更加注重人际关系的建立和维护。 她们会用更加真诚和成熟的方式处理人际关系, 从而获得更多的友谊和快乐。 在影视剧《欲望都市》中, 主角Carrie就是一个糊涂的女性的代表。 她虽然拥有一定的金钱财富和社会地位, 但她却常常在人际关系中表现出过分的炫耀 和自以为是她忽略了人际关系的真正价值, 而只关注自己的物质财富和生活方式。 然而,在经历了一系列挫折后, 她逐渐意识到真诚、信任和尊重 才是人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元素, 并开始改变自己的行为和态度。 糊涂的女人之二,感情纠葛。 同样,糊涂的女性也常常在社交场合 或者日常生活中,逢人就说自己家庭的感情纠葛, 试图通过发泄来获得一时的同情和安慰。 然而,这种做法通常只会引起他人的厌烦和反感, 过多地谈论个人感情问题并不能解决问题, 反而可能让人觉得他们缺乏解决问题的勇气和智慧。 糊涂的女性往往过分依赖外界的关心和安慰, 却很少思考问题的根本, 他们可能并不了解感情的复杂性和问题的根本原因, 只是通过倾诉来减轻自己的压力和焦虑。 然而,这种行为不仅容易引起他人的误解和反感, 还可能使他们自己身陷困境, 因为不是所有的同情都是建设性的。 在处理感情问题时, 聪明的女性会更加注重理性和冷静, 他们会尝试分析问题的根本原因, 并采取积极的行动来解决问题, 他们懂得通过有效的沟通和理解来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 而不是通过倾诉来获得短暂的安慰。 在影视剧《我的前半生》中, 主角罗子军就是一个糊涂的女性的代表, 在面对家庭感情问题时, 她常常采取发泄和诉苦的方式来寻求同情和安慰, 然而,这种做法并没有解决问题, 反而使她陷入了更深的困境, 直到后来, 她开始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并积极寻求改变, 才逐渐走出了困境。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通过理性和冷静的态度来面对问题, 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并获得成长。 确实, 女性的智慧和内涵在社会交往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聪明的女性懂得如何平衡自己的情感和生活, 以及如何与他人建立良好的关系, 而糊涂的女性则可能因为缺乏对自我和他人的理解而陷入困境。 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 我们需要更加理性地看待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角色, 女性不仅是家庭的核心成员, 也是社会的重要力量, 她们的智慧和决策对家庭和社会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因此, 我们应该尊重女性的智慧和选择, 肯定她们的成就和贡献。 同时, 我们也应该创造一个更加和谐、 宽容的社交环境, 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展示自己的才华和价值。 在这个环境中, 聪明的女性能够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优势, 为家庭和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而糊涂的女性则可以通过学习和成长, 逐渐变得更加聪明和有智慧。 总之, 女性的智慧和内涵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 我们应该更加重视女性的地位和作用, 为她们创造更好的发展机会和平台, 共同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的视频, 在下方点个赞或者订阅频道, 如果有什么建议就在下方留言吧。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吧。